大家好,这是《龙话说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小人物变成洗钱大师》的故事 《黑钱圣地》第一季第五部集 回顾上极精彩内容 温迪始终放不下已经死去的情人 留言诉说思念与委屈 这成了他宣泄思念的出口 马迪发现之后尽是酸涩 夫妻关系再度恶化 得人耐心即将耗尽 再次用全家人性命催进度 马迪无奈用非常手段收购了托役58 原老板光头因为这事丢了性命 马迪不知中又得罪了一位大人物 嫌少叙书结尚文 次日温迪划水回来 发现马头飘着一具尸体 光头正亮枯似水里照明头 马迪一眼就认出他的身份 猜想有人故意为之 温迪想报警却被马迪阻拦 昨天才收购成功 今天有出人命 生意做不做是小事 以为自己谋杀才叫麻烦 正当两人想把尸体压下深水 又被路过的渔民发现 事已至此不报警更说不通了 果不其然 当地探长简单了解情况后 将马迪定为头号嫌疑人 最好拿出那张转让器具 以示清白 再次出门时 又被白胡子老者拦住去路 首先报上自己的名字 亚克布 此次前来是听说马迪买下五八 自己和光头曾有生意上的协议 给双方都带来不少好处 希望马迪能继续提供方便 马迪猜出他就是光头的幕后老板 放在屏时 定会选择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可如今手上的八百万 还让家人处于危险之中 哪有能力再帮他洗钱 借口自己只是狗腿子 雇主不同意这么做 亚克布倒也没有为难 放他离去 小夏依旧在蓝毛小时打工 并认识一个真正的贵公子 英俊 多金 绅士 还有私人 豪华游挺 但小夏似乎更喜欢屌丝 不但主动找上老莫和姐 还跟着去他家一起畅想未来 虽然老莫并非我要可救 可家里乱得如同狗 定不是小夏这种千金小姐能容忍的 晚上马迪再来到五八 大家都用非常怪的眼神看他 从鲁斯口中得知 所有人都认为他杀了光头 马迪为了躲避流言飞语 决定将五八管理权 暂时交给鲁斯 短时间内不会再来 约翰私自闯入老房东的地下室 排列整齐的各种枪支 引起他的注意 因为看见光头的尸体 坚信这个小镇十分危险 老房东告诉他 这些都不算什么 他看过很多面目全非的尸体 浮在湖面 游客被割成瑞士奶酪的样子 大家都把这些归咎于无知落水 可老房东 确定是某些邪恶的事物作祟 说完带上约翰 去后山练枪 手把手教他如何瞄准 扣动扮机 用西瓜当靶子 是因为他的水分和人体血液差不多 由此可以看出 老房东年轻时也不是什么擅长 蓝毛小小的女老板 对光头略有了解 并且对他没什么好印象 不过既然人死了 不做评论 雅克布之前一直住在小镇上 前几年修大坝的时候 淹了他家祖坟 之后全家就搬进山里一住 不再和外界接触 而雅克布正带着老婆满山巡视 分析马蒂拒绝自己的原因 大概因为他口中的固着很可怕 随后派手下去了解马蒂情况 镜头给到前方 大片耀眼鹰素花开的正盛 凭借这些 雅克布今年最少收入千百万 晚上温蒂回到家 发现马蒂正与一男子在座 经介绍此人正是情人的小儿子 因对父亲的死有怀疑 故此来找温蒂了解情况 马蒂的旧伤刚要结家 这两人就轮班不刀 实在无法保持心平气和在家听故事 一脸丧气的走出家门 没想到遭老头子也是个痴情种 温蒂总是出现在他的笔记中 小儿子之所以断定父亲不是自杀 是因为死亡前十天还告诉他 这几年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温蒂谎称自己提了分手 只有离开芝加哥才能给婚姻第二次机会 也许因为伤心过度才想不开 不过这些话能否蒙混过关 还不得而知 马蒂无处可去来到蓝猫小舍 家里那些破事没对女老板隐瞒 鲁斯为了增加五八收入 找来高质量舞女撑场面 有竞争才能激励她们工作积极度 曾给马蒂传递消息的舞女极度不满 契落鲁斯的同时提到她的父亲 那种不懈的口气刺痛这位姑奶奶 上前朝舞女的脸一顿呼 下手之中令人咄舌 见场上再没有质疑声 宣布所有人做好准备 周日赚大钱 马蒂准备好转让器具送去警局 可警场却提出布鲁斯之死 警告不管在芝加哥做过什么 来到自己的地盘就要安分手起 随后把器具递了回去 告诉他们光头体内的海洛因 足够毒死一匹马 警方给出的结论是吸毒过链 温蒂从潦草前和警长态度转变 猜测警长知道是雅各布杀了光头 却不敢追究 没想到无形中又得罪了他人物 果然水浅王不多到处是大哥 夫妻俩商量尽量远离他们地盘 既要洗干净剩下的四百万 还要保证不得罪人 他也已经满炸了 温蒂提出进攻房地产 或者是国税级不敢查的地方 说到此 马蒂突然想起教堂 他与牧师曾在湖边有过一面之缘 首先承认自己不是世上最虔诚的重要人士 但愿意花钱为其建立一所教堂 把所有信徒全部聚集在一起 不止在夏天 也不止拥有游艇的人 牧师无法拒绝这种诱惑 说起来 他是非常虔诚的信徒 少年间偶遇超市抢劫 为了营救受伤乘客 甘愿让凶手朝自己开枪 牧师同意接受捐款 让马蒂看见了希望 隔天清晨 白太元跑步时 大胡子找了过来 不知道因为缺钱 还是格局打了开了 主动约他一起去钓鱼 由于天气阴沉 两人收火颇风 白太元兴奋之余 荷尔蒙暴僧 对着大胡子 满是蛀牙的老嘴亲了下去 被推开后赶紧道歉称 被他特殊的魅力吸引 失了神 他连谎言可以诱骗小鲜肉 油腻大树根本不吃这一套 白太元回到宾馆 懊恼自己太过心急 此事一出 估计再也见不到小可爱了 这时敲门声响起 来人正是大胡子 异性的爱纯属 传宗接代 同性才是那啥那啥 进行下一话题 时间一天天过去 小镇人流量逐渐增多 一年中的旺季 是所有商家丰收的季节 蓝毛小舍女老板 随着口袋鼓了起来 笑容灿烂 五八的收入更让马蒂大感意外 当即决定让鲁丝继续负责下去 并升之为五八经理 薪水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但鲁丝没有被眼前的迎头小利诱惑 偷偷跟着马蒂来到他藏钱的仓库 有志气的贼 从不会轻易改变出心 学会洗钱 杀人夺钱 依旧是最终目标 与此同时 雅各布的手下溜进马蒂家 拿着手机移动乱拍 约翰在第二日修车听到动静 溜回后身 找到之前藏起来的枪 准备来一场捍卫家庭之战 手下见只是小毛孩拿出匕首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马蒂开车返回 喇叭引起手下警觉 什么只鬼不觉中离开 约翰楼上楼下巡视一圈 没见到人影 又把枪藏了起来 几天后 小镇的夜空被烟火照亮 这预示着旺旗正式到来 高航格业都加大产量 不想错过赚钱的好机会 雅克布把毒品量上调至每周三公斤 没想到他早在牧师身上动手脚 捐出去的经说 颜色略有同 教徒中隐藏着一大部分饮君子和毒贩 毒师不知不觉中成了他们的纽带 当他宣布在陆地上建设教堂时 并不是所有人都为此开心 尤其是雅克布手下听闻后 不断预袭回去怎么交代 马蒂不想得罪任何人 却一步步走入更深泥潭中 黑钱圣地第一季第五季 到这里就结束了 马蒂的情况越来越复杂 除了要应付印度很大的德尔 又无意中得罪了当地毒贩雅克布 背地里有鲁斯这样的刁民想害他 假缝里求生存还能坚持多久 点击关注精彩好 我就不断增心我们下期再见